我期待毕业却又害怕失业 在时间的挤压下我毕业了 然后我也失业了 看着自己履历表上的空白 只能无言以对 我想不透为什么是空白 也想不透怎么有人可以把它写满 试用期比上网头履历更难哦 一句你明天不用来了 就能完全打翻我前面的付出 积极打电话的结果也没好到哪儿去 好不容易盼闹的工作 底型是标准配备 常识书和背黑锅是家常便饭 装备总劝我不要这么挑 然后再说着22K其实已经很好了 他们以前只有几千块也是这样熬过来的 直到我遇到聚合 才让我对这个社会彻底改观 他们专业的职钱规划和辅导 成功地培养了我的自信和专业能力 而多元化的经营版图 让我快速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重新拾起对未来的期待 在伙伴们的支持下 我们一起共同学习成长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梦想舞台 一起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永远都是聚合大家庭里的一份子 别再用履历为自己打分数了 挖掘自己的无限潜力 就从聚合开始 等待你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